我們看到新町台南和高雄 最近這個擦房擦了很久 財政部直接建議說 地方政府可以來求燉房水 新北通訪到台中和新町管治 也表示說他們也想要這樣做 高雄這邊會把燉房水的方向 列治維 高雄優先的評估 房間起不下 特別是新町台南 都讓外界認為這是擦房的熱窟 二十三財政部 找房間較普通的熱窟 新町管治 來開會 建議開店燉房稅 來押制房間 二十四高雄市長 丹基麥他投一個來標題 說他要用主題條例來修法推動 那我們高雄是會推動 燉房稅 因為房屋是用來居住使用 不是用來燉機炒作 帶立法的程序也必須經過 市政會議跟議會以自治條例的方式來做處理 最近台積電宣佈說要進出高雄 帝蘇南租這裡的北高雄地區的區域 房間一直要抓起來 台北市正日空一數年開始來實施 燉房稅率 非族用的這個主帖兩貨以下 每一貨要把2.4%的房屋稅 三貨以上的3.6% 如果台南的燉房稅法回到心意當中 高雄每年出月要來開始 23年財政部的會議裡面 新北途向新特質管制都會打拼來對勤 考慮市民的負擔 以及租稅的公平 還有避免屯房稅轉嫁給弱勢的房客 的前提下 省慎的研議 不過有表示說會對我們這樣做的管制 也會拿出有具體的方案 若是要落實這種大的正義 還有一段路要走 記者總會報道